由于需求放缓和全球经济前景恶化的影响, Microsoft将进行新一轮的裁员, 其中人力资源和工程部门都会被撤销部分职位。 根据Sky News 报道,Microsoft可能会裁员约5%, 即大约11,000个职位会受到影响。 根据Bloomberg News 报道,尝不确定Microsoft的裁员数量, 但是裁员幅度将会明显大于过去一年的裁员行动。 截至2022年6月30日, Microsoft一共有22万1千位全职员工, 其中包括国内员工12万2千人, 以及国际员工99000人。 但在上一年的7月解雇了1,800名员工, 后来在10月又裁减了将近1,000名员工。 Microsoft将会在今个月24日公布季度财报, 拒绝对相关消息发表评论。 其新一轮的裁员表明大环境并没有改善, 甚至可能继续恶化, 而且科技行业可能还会继续裁员。 天下卫士记者编室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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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